這種密度的計算還有一種喜歡烤的題型 就是冰變成水,水變成冰 為什麼這種題型喜歡烤呢? 因為冰跟水,密度不一樣,但是什麼一樣? 質量一樣 質量不會變,但是會改變密度,改變體積 所以就出一些問題 像這樣 體積400立方公分,密度1.9 這冰會完全變成水,會有幾功課 我老師上課的時候說過,找到不變,找到相等 冰變成水,水變成冰,誰沒有變 冰變成水,誰沒有變,就是所謂的質量沒有變 質量都一樣 所以要我求誰,跟你求誰的質量? 冰的質量 你求冰的質量 冰的質量有體積,有密度可以求質量嗎?當然可以 所以呢,密度是質量除以體積,質量就是密度乘體積 所以我拿冰的密度乘冰的體積,出來就是冰的質量 那麼在這題而言,也等於水的質量 所以我們算出來360克,這是冰的質量 因為我用的是冰的密度,我用的是冰的體積,所以出來的是冰的質量 但是因為冰化成水,水質成冰質量不會變 所以它也是水的質量,360公克,OK? 所以19體現在變成,體積360年的冰完全變成水 請問有多少公克? 如果跟剛才基本上完全相同,除了數字不同之外 跟它的想法完全一樣 二、三 多少 跟剛才的想法做法完全一樣 除了數字不一樣,除了其他全部都一樣 五、四、三、二 兩百七 你做兩百七 跟你講過了,跟剛才的做法完全一樣 冰化成水,水結成冰質量不會變 那怎麼求質量?密度是質量除以體積 所以質量就是體積乘密度 那你就把冰的密度成冰的體積,就是冰的質量 所以這點就是所謂的水的質量 所以算出來就是兩百七十克 這跟剛才的東西完全一樣 當然我們的乙汁條件可以換 然後呢,就會求不一樣的東西 但是想法是一樣的 現在乙汁條件換了 變成兩百七百二十毫升的水 結成了冰塊,密度是0.9 那那塊冰的體積有多少 那我們貫穿的想法還是一樣 冰的質量等於水的質量 要算冰的時候要用冰的質量 要算水的時候要算水的質量 那水的體積,水的密度可以算水的質量 就會等於我冰的質量 然後再帶進去 就會求出我所需要的答案 就是這樣做 貫穿的不變 要找可愛小女生 那位小女生叫做二號 多少 八十八 八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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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下幾個 水結成冰,冰變成水質量不會變 冰的質量有水的質量 剛剛講說的質量就是體積乘密度 所以我水的體積720 密度要倍是1 所以我就知道水的質量就是720 就是冰的質量720 再帶一次公式 質量出於體積會等於密度 再帶一次公式 或者是把它換下面的體積質量出於密度也可以 直接用前面的密度等於質量出體積做OK 變成後面的體積質量出於也OK 隨便 就把冰的質量 除以冰的密度變成冰的體積要800 所以答案就是800 就這樣做 就是另外一種 在烤密度的時候 喜歡烤的體積 就是冰變成水,水結成冰 keyboard 關鍵字就是 冰變成水,水變成冰的質量不會改變 然後我們就可以把 再帶回去我們的公式 D等於V分之間 就可以把它做出來了 就是我們的做法 OK